各位卖子学义的网友大家好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学习了 Bootstrap的 学军样式 组件和Giascript 那学了很多 但是我们能记住的 真正能记住的其实很少 那主要还是在后边 我们大量的实践中慢慢来生到 熟悉熟练这个Bootstrap 那在我们课程的最后呢 我们看一个综合的实例 好我做了一个 网站后台的管理界面 好我们先用心看一下 那这个界面呢 大概就是 这是导航我们可以给注销 这地方给了一个提示 信息的提示 然后这儿是一个搜索 然后呢这是功能探单 可以什么呢 折叠开 我这儿只是做了一个模板 然后这一部分 这是一个面包线的导航 导航我们现在正处于哪个位置 然后这些信息呢 就是我们信息系统 将来网站后台信息系统里边 要罗列的什么呢 信息 我们叫主要部分 所以整个后台呢 分为三大部分 我们看一下 那最上面 第一部分是我们的导航 那第二部分呢 是我们的这个 主要的功能菜单 主要的功能菜单 那第三部分呢 就是我们网站 主要呈现的内容 就是主要区域 分为什么呢 三部分 导航 然后是左边的功能区 然后中间的什么呢 主要区域分为三部分 好 然后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个页面 从头到尾 我给大家什么呢 从左边 看怎么来产生的这个页面 好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website 新建一个web项目 我们叫admin 叫ch29吧 叫admin吧 叫admin 好 admin呢 首先我们要把bootstrap的这些酷 给它导进来 我们随便找一个 我们写起来的项目 把css javascript 就bootstrap用到css javascript 写它导进来 ctrlV 覆盖上 好 然后我们打开bootstrap的中文网站 找到文档 找到起步 在起步里边有 主要有这个cdn的这个样式 你不导入用它也可以 但是你要上网才能访问它 好 那么底下有一个 这有这样的一个bootstrap的页面模板 好 把这个模板直接复制一下 ctrlC 打开indexhtmr ctrlV 保存到这儿来 那首先我们要检查的是编码 对不对 这用utf-8 我们不用管它 然后这地方呢 我们写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呢 我们叫 网站后台管理 比如说mades网站后台管理 首先导入bootstrap的这个mini css文件 这一段就是为了接融IE9以下的这个版本 加入一下javascript 用cdn的来列入 这个所有我们不用管它 好 标题有了 然后bootstrap的css导进来 那javascript怎么导呢 我们把javascript导在最末尾 为什么呢 你把这个javascript写到前面的话 当系统加载这些javascript 需要浪费一些资源 也就是把页面加载完以后 最后加载什么呢 javascript 所以我们把javascript写在什么呢 最后面 好 没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再做这个导航 我们做导航 这个呢 我们可以定一个di 然后把所有内容都包进去也行 或者你直接定义导航 从上往下定义也行 好 那么先定一个导航吧 nav 那导航呢 一般我们用 class样式 我们叫navbar导航栏 navbar default 默认的效果 好运行 看一下什么情况 好 这样的 我们再加一个样式 navbar static top 加个static top static top以后 这个圆角就变成 这个方角 充满了整个 你的这个屏幕 这是我们先做一个导航桥 那导航桥呢 我们先定一个 div class nav bar handle 导航桥的头部 ahref ahref 这地方我们给一个网站 后台管理 class nav navbar brand 好运行 看一下效果 好 这样的话就是 写给上一个导航 那这个导航 如果大家忘了 怎么做的话 大家可以什么呢 找到我们的 中文手册 找这个组件 组件里边有 导航条 大概的结构 这里边都有 照这个结构去 什么呢 写 哎 那我们再做一个 注意看 brand 我刚才用这一段 那看我写起来的 这个效果 website 打开 在最右边 我们给了一个 注销和一个 这个这个信息的提示 那么看怎么来做 这一块的内容 注意 这个还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当我这个 界面缩小以后 注意看 缩小以后 弹出这样的按钮 做响应式的什么呢 这种布局 好 放大以后 就没有了 那我们这地方 也可以加一组按钮 我们叫button tap button 这个地方我们给个spy class sr only spy class sr only i cn bar 注意 这个大家记不住 将来 从其他地方复制就可以 对 从这个地方复制就可以 从这个 我们的中文手册上 注意看 注意 这是nv bar hander hander里边有一个button 这个button呢 注意 还有一些 而且我没有设 一个选择器 和一个data togo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折点 这个地方还用了target 那这几个属性 其实是我们要的 好 把它复制一下 放到我们这个button这儿来 control位 那这个target呢 我暂时还没有定一些 不管它 好 先运行一下 当我这个界面 缩小以后 这儿出来一个按钮 注意看 我点按钮 我要让左边这个区域 隐藏或者显示 要做这个事情 做响应式的布局 好 这是这个按钮 这个地方大家复制就可以 或者我在交代 一个地方可以复制 在 组件 我们找到 起步吧 起步里边 好像找有一些实例 实例里边 这儿有一个第一导航 注意点开导航 点这个导航的原码 查看网页原码 这个原码里边 也有这一段 主要 也有这段代码 也有这段代码 大家直接拿上用就OK 好 那我们再做一个 右边的这个区域 右边我这儿就注销 做这两个东西 再做这一块的内容 好 那我们在这儿给一个 unl li ahref 注销 两个插列键 那这个插列键呢 那我们给一个 那我们给一个 spy class 他 这里边的值呢 比如说我们是23 好运行 看一下效果 那显然 这还是两个什么呢 这个列表 那我们在这个原码上加一个class nav 他是一个导航 nav bar nav 主要 只有加上他以后 这个东西才能聚中 好 这样23有了 这个背景你要变的话 我们自己用样式写 自己定义css 我这直接用那个行李样式给他style background 警号 找一个合适你想要的背景 好 再运行一次 这样他就有了 那这个注销呢 前面我箱有一个图标 那怎么办呢 那注销前面我们加一个spy 与nbsp 那这个图标在哪里找呢 那我们还是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boost 这个boost boost css 中文手册 中文文档 推一步 我们找到组件 组件里边第一个就是图标 那你看想要哪个图标呢 注销 我们找一个注销 注销就是关闭 好 选择这个图标 把它复制一下 好 在我们这个spy里边加了一个class control位 这是这个三这个版本和二的区别啊 还就有了 那么现在我把它U对齐 看怎么U对齐呢 那么在这个U2上加一个 navbar right U对齐一下 好运行 但U对齐以后注意 U对齐以后有个问题就是 太靠右边了 那怎么办呢 我想让它再往左边移一点 那这个呢 你将来可以自己单独定义一个csl文件 我这都加这个行定样式 直接写 但是不建议将来这么做 MartyWrite 设上一个25px 好运行 看一下 这样的话它有了 好 屏幕缩小 屏幕缩小以后 这两个按钮也出现 将来点它 我们要弹出什么呢 生作菜单 好 这个导航呢 这个导航 我先做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呢 我讲一点给大家保充一个视频 好 导航先讲到这儿 好 好 就 Whoa 我先打开 我先打开